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义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 他们得享平安 肃行正直的 个人在坟里暗邪 我是七章的第一节 第二节让我们很惊讶 怎么会将来论说呢 他竟然说义人跟前程人 他们死亡进到自己的坟墓 这个是出于神 因为神要让他们躲避将来的祸患 而那些仍然行在背逆神 跟过罪恶生活里面的人 他们不会去思考这些事情 他们也不会明白 他们只是认为人活在世界上都有一死 我做恶人跟他做义人 我不敬畏神 他敬畏神 反正日子一样都会过晚 我们都会进坟墓 但是神在这边去提醒 我们常常不会去思考 神是让这些义人进到坟墓里面 进到他的怀抱里面 去躲避将来神要施行的更大的审判 五十七章这边让我们会思考一些事情 因为在五十六章的最后面的时候 就已经提到了 这些好不容易被掳 被神拯救回来 而可以归回的以色列百姓 在五十六章时候 他们有一天可以重新建造圣城 有一天甚至可以进建造圣殿 可是呢 这些被复兴的以色列的 宗教跟政治的领袖 他们却是失职的领袖 他们在罪恶里面 以至于最后仇敌像野兽一样 要再一次进去吞吃上帝的百姓 他们却毫无警醒 也毫无作为 所以在接下来这五十七章里面 上帝会谈到 对于那些谨守他话语的 命令的义人 神要保守他们在世 平平安安的进入坟墓 然后躲避 接下来神要进行的 更大的审判 为什么神要进行审判呢 我们从第三节以后看见 这些归回的百姓 践踏神宝贵的恩典 第三节 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 肩膚和妓女的种子 都要前来 你们向谁细笑 向谁张口吐舌呢 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 虚黄的种类呢 你们在橡树中间 在各清脆树下 欲获攻心 在山谷间 在石穴下杀了儿女 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 代表这些归回的百姓 又去拜偶像的 又去占卜 去算命 你们是肩膚和妓女的种子 代表以色列的百姓 到偶像的庙 那边有些偶像的庙 会有一些庙祭 跟他们苟合 然后呢 所以呢 说你们是肩膚和妙祭 苟合所生的后代 你们都要尽情过来 你们向谁细笑 向谁张口吐舌呢 好像他们很过分 他们一点都不敬畏神 在神的面前 嘻嘻哈哈的 向神张口吐舌头 做鬼脸 完全不敬畏神 没有把神当一回事 你们岂不是被逆的儿女 虚晃的种类吗 你们在橡树中间 在各清脆树下 浴火攻心 在山谷间 在石穴下杀了儿女 这边上帝责备他们 在各种的树下 建立起敬拜 偶像的祭坛 并且在山谷之间 在石穴那边 杀了自己的儿女 向偶像献祭 第六节 在古中光滑石头里 有你的份 这些就是你所得的份 你也向他教了奠祭 献了贡物 因这事 我岂能容忍吗 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 安设床榻 也上那里去献祭 你在门后 在门框后 立起你的纪念 向外人赤漏 又上去扩张床榻 与他们立约 你在那里 看见他们的床 就甚喜爱 你们在这些石头地里面 所做的这些 像偶像献祭敬拜的事 上帝说 我是不会再容忍的 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 安设床榻 也上那里去献祭 你看不是在树下 就是在什么石头堆中 不然就是在高高的山上 到处与偶像狗合 与邪灵狗合 然后把那边当作 跟偶像狗合的床榻 然后在那边献祭 与邪灵与偶像 与虚晃联合 而被弃神 第八节 你在门后 在门框后 立起你的纪念 你在门后 在门框后面 在那边也设立了 安置了一些 外邦偶像的一些 符咒 或是一些象征物 而原本在生命纪的 第六章第九节里面 是叫以色列人 要把上帝的话语 写在自己的 这个门框 门后 而如今原本 在那个地方 应该是写上 上帝的命令 上帝的话语的地方 如今却是 塞满了 这个偶像的符咒 塞满了偶像的标记 因此你们是向外人赤路 又上去扩张床踏 以他们立约 你在那里看见 他们的床 就甚喜爱 神就责备这些百姓 不知羞耻 很像是脱光衣服 然后到处去 上不同的偶像的床 跟他们苟合 跟他们行营 还乐在其中 第九节 你把油带到王那里 又多加香料 打发使者往远方去 自卑自贱 直到阴间 已经路远疲倦 却不说这是枉然 你以为有复兴之力 所以不觉疲惫 你把油带到王那里 王的原文是魔弱 就是一个 迦南的外邦偶像 然后呢 你把油带到他那里去 又多加香料 打发使者往远方去 自卑自贱 直到阴间 这边也是一个 欲语双关 你们就是 拼命的献上 你们的贡物 祭物 给魔弱啊 这些 还有一些外邦的偶像 而你们在实际的政治上 你们又走回以前的老路 还记得我们在 以赛亚说之前 神一直说 你们不要跟别人结盟 你们要跟我结盟 而现在他们好不容易被掳归回了 神也复兴了他们之后 他们又开始带着这些贵重的贡物 又这个往远方去 找其他的王来结盟 耶和华说 你们这个最后是自卑自贱 你们最后的结局是会下到阴间去 第十节 你因路远疲惫 却不说这是枉然 你以为有复兴之力 所以不觉疲惫 当百姓再一次自甘堕落 自卑自贱 来与偶像连结 或是与地上其他国家的君王 去跟他们进贡 去跟他们连结 要付的代价非常的大 以至于他们其实很疲惫 很像是走很遥远的道路 而筋疲力竭 但他们却告诉自己说 这绝对不是枉然的 这一定会大有功效 不会浪费的 所以我要继续去找偶像 我要继续不依靠神 去找这些其他的国家君王 跟他们结盟 我们就会复兴了 所以一想到这样 我们再累也值得而不会疲惫 但这真的是复兴吗 在第九节 耶和华已经说了 你们这样是自卑自贱 直到阴间 第十一节 你怕谁 因谁恐惧 竟说谎 不纪念我 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 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 你仍不怕我吗 我要指明你的公义 至于你所行的 都必与你无异 你哀求的时候 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 风要把他们刮散 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 但那投靠我的 必得地土 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 其实意思说 你根本不怕神了 你谁都不怕 你不怕 你不敬畏耶和华 你竟然说谎 不纪念我 又不将这些事放在心上 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 你仍不怕我吗 上帝意思是说 难道是因为我 忍了你们太久 没有开口用严厉的话 责备你们 你们就不敬畏我 不怕我的事吗 十二节 我要指明你的公义 至于你所行的 都必与你无异 我要指出 你是不公不义的 而你所行的 与你自己一点溢出都没有 你是自卑自贱 在偶像 以及所有的 我以外的势力 面前跟他们结盟 你的结局与你无异 你是直通地狱大门 十三节 你哀求的时候 让你所聚集的来拯救你吧 风要把他们刮散 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 但那投靠我的 必得地土 承受我的 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 这边讲到说 那些被掳归毁的人 如果他们又走回头路了 不跟神结盟 而跟偶像 以及神以外 那些神所不喜悦的势力结盟 到他面临审判的时候 被管教的时候 他就哀求 可是那些他所聚集的偶像 跟势力 都不能帮助他们 因为这个神吹一口气 那些他们所倚靠的能力 跟偶像 就要被风吹散 而他们就一无所有 但是呢 投靠耶和华的人 他却要得地为业 他必得着地土 要承受我的圣山 就是耶和华的同在 他的圣殿 为他永远的基业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要帮助我们 好不容易 你把我们从仇敌的福虏里面 抢夺回来 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心会痒痒的 又要重新去 这些你所不喜悦的价值观 你所不喜悦的势力 又想要跟他们结盟 而且乐此不疲 觉得只有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 神的帮助是枉然的 求主怜悯 求主拿走我们里面这一种恶心 主让我们知道 这一切最后是直通阴间 主让我们坚定的与你结盟 谨守与你的约 走在你的正道上 你就使我们得着地土 得地为业 你的圣山 你的圣殿 你荣耀宝座的同在 会成为我们永远的产业 奉主耶稣的你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这些年来跟我们一起推动 你也读得懂圣经的运动 在大家一起推广的努力之下 如今我们所制作的 每日言经事业节目 在全球华人世界 每个月都有超过 100万人次以上的收看 我相信可以有更多的人 能够享受神的话语 独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特别制作这台 Talking Bible读经机 好像是一台会说话的圣经 里面收录了我们所有 每日言经事业的影片 以及100首动听的天韵诗歌 非常合适 你自己在家里使用 也非常合适 送给你的基督徒朋友 以及未信主的亲友 非常希望透过我们的 用心制作的节目 能够帮助更多人 享受神的话语 而且不害怕 读不懂神的话语 愿神的话 真的成为更多人 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愿神赐福大家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